昨天我们栏目报道了 宿迁可乘科技公司有80多名工人吸入不明气体 导致急性中毒的消息 昨天晚上发稿时还有63名工人流验治疗 而我们的记者发现 到了今天早上 中毒住院的工人人数竟然又有增加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今天上午9点左右 记者再次来到宿迁市工人医院 虽然经过一天一夜的治疗 仍有许多工人表示身体不适 今天呢 今天还挂托一瓶 还赶紧能不能出院 还没好是吧 走路也在陪伐 据了解 昨天共有63名工人流验观察 今天早晨人数增至90多人 昨夜今晨又有工人被送到医院治疗 工人介绍 A6车间共有七八百名工人 实行轮班制 中毒事件发生后 车间并未停产 封闭工作环境下 又导致部分夜间生产的工人中毒 就在记者采访时 复签可乘科技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来到病房 记者想采访事发车间 为什么还在使用 这位负责人拒绝回答 并试图抢夺记者的摄像机 说一下 跟我解释一下 你们 哎 哎 你还打人了 你想干嘛 你要打人了 随后 记者找到了搜签市苏速工业园区管委会 安监部门负责人表示 工人中毒事件发生后 园区立即组织人员调查 目前初步确定是一台空压机出现故障 曲轮上的润滑油遇到高温 挥发产生气体 导致工人吸入后中毒 张震处长表示 中毒事件发生后 他们就下达通知书 要求可乘科技的A6车间 立即停止使用 但企业竟然漠视法律 导致中毒人员又有增加 针对企业的行为 安监部门已经再次要求企业 停止使用A6车间 并组织检测公司 疾控中心的专家 到企业进行检测 进行深入调查 新闻360记者速迁报道 面对安监部门的停产通知书 速迁可乘科技竟然拒不执行 让工人们继续在隐患车间生产 这简直那是无视工人的健康安全 对于这样的黑心企业 不仅仅需要媒体的曝光 更需要执法部门的行政作为 和法律的严惩 对于速迁可乘科技 工人不明气体急性中毒事件 我们栏目还将会继续的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